2020 MC 第四十题的答案是 D 这类型的题目每年都考的 In-Center, Circum-Center, Offal-Center, Centra 每年都考一两个 但今年考得比较难 而我又觉得整份Paper来说 最深都是第四十题 亦是最浪费时间 我们首先要画图 这几年都非常喜欢叫你画图 无论是Linear或In-Center, 全部都要你画图 我们看这条题目 我们就看到它给了两条比较 再加上一个Vertical equation, 就是x等于a 然后又给了In-Center的X-Cordinary是31 其实就是要画图 画图其实都挺漂亮的 原来它们是Symmetric 4x加3y等于24 和4x-3y等于24 其实它们的X-Intercept是一样 X-Intercept都是6 可以吗? Symmetric, 一个是上面一个是下面 8和-8 代回X等于0 你就可以求到Y-Intercept 既然它是In-Center 我们当然要用它的Angle 我们就要计算它们的这个Angle 可以吗? 和X-Access之间的Incarnation 一个是8,一个是6 8除6 Shift Tangent 我们就计算它们的Angle是53.1 OK? 这里都是90度 186-90 再-53.1 就计算到两个Veter的Value 大约是36.8 然后你再随意 我们就计算到一个Veter 就是18.43 对不对? 18.43 我们要记住 把它Shift SDO 跟着A 跟着我们就把它Safe到Program OK? Safe到计算机那里 就是18.43 因为稍后我们需要这个Value 来帮我们计算的 接着我们要知道下面这个Opposite Size 是A-31 对不对? A-31 为什么这个是31 就是因为它是Angle by Sector 所以 InCenter是Lines on X-Access 对不对? 就是31 A-31 就是Opposite Length 对不对? 接着我们如何计算这个长度 为X等于A 对不对? 你要代替 这条线就是4X-3Y等于24 4X-3Y等于24 我们将X等于A 代替4X-3Y等于24 那我们Simplify Y就等于这个 4A-24除3 这就是Adjacent 我们有Adjacent InTerms of A 有Opposite InTerms of A 按一条式 一个Unknown Tangent 18.43 我们是要用整个Value的 Tangent Answer 你会发觉它是1 over 3 如果你本身用Tangent 18.43 它就未必漂亮了 可以吗? 那就会有少少的Error 所以麻烦大家同学 计算的时候 save低它的Except Value 计算的时候 就会更容易 那我们计算到 over 3 可以吗? over 3 opposite over adjacent counter双成 我们就会计算到 最后一个答案 就是279-24 279-24 就应该是255等于5A 所以A 计算是除5 就等于51 所以答案就是51 答案是D